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客 这些游客就是摩托车骑行的 很多很多 就是现在还仅仅是海洋市省的 因为今天我也从CBC的这个新闻里面可以看得到 今天我们的新增病例呢是7例 而且都是没有社区传播了 这个是比较好的 就是跟原来的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这些人被感染的 然后呢就是 哈利法克斯国际机场 已经就是在8月9号准备接待美国来的就是游客了 而我们海洋市省呢 最关键的游客的支撑呢 就是周围的几个省 除了我们海洋市省自己内部的一些能源 这个是比较少的 但是游客最多的是安省回北客 然后就是来自美国的这些游客 可能占到了80%吧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国际机场呢 哈利法克斯国际机场的这个 这个客流量呢 只有原来2019年正常时间的10% 所以说这个是很可怕的 就是说这两年就旅游业 几乎就是想跟门密有一点生意 但是好消息就是说 终于他们来了 而且我们这个省主要 就跟我这种便利店呢 其实有50%到60%或者是70% 是为这些露营的 就夏天露营的这些人服务的 现在支撑我们的呢 仅仅就是周边的这些社区的居民 然后就是在这一条省级公路上面 去跑运输的这些卡车司机 跟我们做生意 所以说他们一来 我们的生意肯定就会是好很多嘛 因为从建的这个哈利法克斯机场的 这个数据来看 我是很期待这个事情 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们这边呢 就是讲这个小小的一个电力店呢 其实什么方面都涉及到 因为是便利嘛 所以说就是跟家乡的这个代销店一样的 你什么东西你都是需要有一点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普罗聘啊 今天这个公司就已经发电子邮件给我们了 就是所有的这些普罗聘包括罐子 包括这个罐的这个气 都涨价了20%以下 就是说他们也是做了个说明 他从2019年开始呢 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呢 就一直没有调过价 但是现在的生产成本啊 或者是特别是罐子的这个生产成本啊 都大增 所以说在现在呢 要跟我们进行一次调价 所以说现在物价的上涨就已经逐渐的就是体现出来 第三个事情呢 就是除了我们现在推进了 从用顺丰国际成为它的授权门点以外呢 就是这样解决这个 从哈利法克斯打国内的这个 有油品的油寄的问题 我们现在呢 也申请了UPS 就是加拿大境内的一个收获点的一个服务 这个可能跟所有的我们的这些 华人朋友可能关系就不到 主要是服务当地设计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点呢 是没有附近十几公里吧 二十几公里都是没有这个UPS的收获点的 所以说我们申请了 而现在呢 就是这样通过UPS跟我们的审核呢 我们这个也已经批准了 所以说这种计划呢 就是逐步逐步这样在做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